原来,人真的可以长到三米,这段珍贵影像拍摄于1926年,记录了清朝第一巨人,刘于庆真实面貌,画面中,一群老外围着刘于庆感叹,挺拔的身高,顿时引起老外围观,从画面中,我们可以看见,身高1米8的男子,站在刘于庆身旁,甚至都只有他的肩膀高,为了更好的记录下,刘于庆惊人的样貌,摄影机只能站在木板上, 粗略估计,这个木板都有1米5,可尽管站在1米5的高度上,摄影师依旧只比刘于庆高一顶点,据记载,刘于庆出生于河南地区,八岁时便已经长大了1米6,12岁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米8,成年后的身高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米28,这样的身高,连姚明都比不上,或许是因为身高过于回吾,外国人深深被其吸引,最终在外国人的操作下,刘于庆开始全国巡演,巡演的内容, 无非就是展示傲人的身高,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,刘于庆也没有3米以上,为何我要说有3米?其实这与我国巨人有很大的关键,据记载,清朝还有一位巨人名叫詹士差,他的身高达到了惊人的3米19,比刘于庆更是高了整整一个头,而且此人跟刘于庆生在一个年代,也被外国人包装,随后去全世界巡演,当然,从科学的角度来看,长到3米,确实不可能。